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尔街电视新闻 加密通讯软件Telegram今天指控 苹果公司阻挡Telegram全球用户更新应用程序 由于Telegram拒绝交出解密钥匙 俄罗斯当局下令封锁 据法新社报道 Telegram创办人杜洛夫在他的动态里写道 自从俄罗斯当局命令苹果从Apple Store移除Telegram 苹果一直阻挡Telegram全球用户在iOS系统中更新应用程序 俄罗斯当局与Telegram经长期对抗之后 莫斯科一间法院4月份下令禁用Telegram 莫斯科推动加强监视网络活动之际 Telegram拒绝提供后门存取权限 杜洛夫说 我相信我们做了正确的事情 在一个弥漫不安气氛的国家 保护用户隐私权 不幸的是 苹果并没有跟我们站在一起 俄罗斯当局已下令国内网络服务业者封锁Telegram 导致Telegram相关服务中断 但未能完全封锁 俄罗斯境内和其他国家仍能下载Telegram 只是下载的是尚未更新的版本 以上是蒋阳阳为您播报的华尔街电视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